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公用纸花在树枝上做布置 为隔天的玉佛法会加紧布置 这里是福治佛教基金会台中学院的佛堂 为了迎接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日 台中学院今年在一大面墙上 布置了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立体墙面 后面这个主题是根据佛陀诞生的时候的一个瑞相而设计的 那里面有百花盛开 还有百兽 然后奇兽这样子 然后更殊胜的是佛母 他扶着一个树 然后佛陀就这次这样诞生的 这样的概念去设计的 展览中 像这样纸掉了三层或四层的蝴蝶 有的甚至用串出装饰成为蝴蝶的身体 还有折纸叠出一朵朵高贵的牡丹花 整个会场布上了五十只纸蝴蝶 两百五十朵纸花 一百朵纸牡丹 一百朵纸大理花 而在佛堂的最前面 还有两只以鲜花所装饰出来的孔雀 为了今年的玉佛法会 台中学院动员了三四个广论研讨班的学员 一起来折纸花做善行 这其实前后大概花了一个月 有很多比较前置的一个作业 希望透过这样非常殊胜的庄严佛堂 也让见者能够欢喜 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功能能够回向疫情 全世界疫情能够尽速尽速的熄灭 虽然因为台湾疫情突然在五月中旬升温 但期望透过供养佛陀 依着佛陀的教法 存善心做善行 让全球疫情早日平息 记者陈静如 陈佳乐 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